一场劫难会的假 母子二人不见行踪 从我们上学到下来 那一家儿都没出现 原本该有的美好假期 最终却成为梦幻泡影 大火因何而起 真相扑朔迷离 平安365 危机时刻 即将播出 2015年7月正值暑期 9岁的明明像以往一样 被外婆送回重庆市爸爸妈妈的家里 开始和他们一起度过暑假 平时明明都是和外婆 在乡下学习生活的 因此一家三口 对这个难得的假期充满了期待 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一堂意外正悄然而至 7月30日上午9点50分左右 重庆市碧山区碧泉花园校区 已住户家中突然起哄 当时一位住在对面校区的居民 用手机记录了这一幕 起火屋内的阵阵浓烟不断地从阳台上寸出 浓烟随即迷茫开来 烟见火势越来越大 附近居民赶紧拨打了119 在这边很多人都开始往楼下下了 就赶紧找里面的人 不知道里面出了什么事情 重庆市碧山区消防支队金剑中队接到报警后 立即赶赴现场 在车上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 同方向的上空有黑烟滚滚 我知道火很大了 刚刚上去的时候 我大概在四楼还是三楼的时候 我听见上面有那种爆炸声音 发生火情的住户在六层 当消防员到达三层时 爆炸声又接连传出 这时一名目击者说 事发当时出世居民家中 还有人在家 通过了解得知 其火的正是明明家 那么此时明明和她的妈妈 玉女士又身在何处 到达现场后 整个房间已经烧得通红 大火已经窜到卧室 厨房 为了能够尽快控制住火势 并确定明明和玉女士是否安全 消防员立即打开水枪灭火 走进去纵深两米左右 然后那个热浪就把我推出来 里面温度实在太高了 燃烧火苗的猛烈 阵阵热浪的起来 使得队员们根本无法接近火源 我们感觉那个都非常的烫 然后头顶那个头盔 都已经感觉要烧化的那种感觉 卧室那边的燃烧物和可燃物比较多 所以说必须先把卧室那边火给它控制住 终于 在四十多分钟的努力铺就后 大火被成功扑灭 而这套近九十平方米的房子 已是一片狼藉 房间里几乎所有的设施都被大火烧毁 并散发出呛人的气味 但直到把火扑灭 消防员也没看到明明和玉女士 幸运的是在灭火后的十分钟里 母子俩终于被找到 而且并无大碍 原来发生火灾时 他们及时逃了出来 但是都被吓坏了 呆呆地站在楼下不知所措 我不晓得啥子睡觉 好 我们玩了跟我说 她说妈妈不头都站起来了 早上起来看了还是电视的 然后我看了打广告出来 用到个烟味扫着枪也打开门 一股肉面都转进来了 我都请妈妈 我都出来看这 我都看了上面来后 这个沙发都站起来了 好凶 我都想过那会不会卸不 好 结果我又不晓得 让你听到一声碰一下 不要是玻璃嘛 不要是那个 本来就炸了 想你得不说搞火 我妈说没有 好 我说你没得不说搞火 那会燃起来 我都不知道 火虽然已经被扑灭 但是这起火灾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玉女士和儿子也说不清楚 他们只是觉得很蹊跷 因为当时没有人用火 明明在看电视 玉女士在卧室睡觉 一场大火就在这个时候燃烧起来了 到底是什么 引燃了这场大火呢 事发后的第二天 重庆市碧山区消防支队火灾调查组来到了火灾现场 对起火原因 战害全面的调查 火灾人员首先对厨房的燃气管道进行检测 可是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排除了燃气泄漏 引发爆炸的可能 消防员又查看了几个房间的过火痕迹 并对每个屋子的电气线路进行的检测 确定是否有电气发生短路 才导致周围的物品被引燃 通过细致的勘验 并对过火痕迹分析判断 调查人员初步确定了两处可疑起火点 一个是在客厅的电气线路父亲 一个是在阳台 因为这两处烧毁的最为严重 看电现场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的阳台和客厅烧毁的程度比较严重 相对来说卧室和厨房的烫化痕迹比较轻 这就是位于客厅的一处电气线路 它的附近烧毁特别严重 过火痕迹明显 我们在那个客厅东侧淋水机的位置 提取了一阶线路 发现那个线路有一定的燃烧痕迹 然而真相并没有就此浮出水面 调查人员将客厅的这条电气线路 进行了精密的检测 结果显示它并没有发生短路的迹象 火灾调查组开始寻找新的疑点 究竟是什么样的火源让整个房间燃烧得如此迅速 烧得如此彻底呢 当天下午 火调人员再次进入火场 围绕着可疑起火点周围继续排查 它是就是阳台过来之后客厅的位置 是有一个沙发 它那个窗框靠近沙发的那个位置 它的那个有一个低位燃烧的痕迹 我们发现当时怀疑这里也是一处那个 一式的起火点 沿着过火痕迹的走向 调查人员发现阳台上被烧得更为严重 通过询问玉女士得知 她在阳台上并没有连接任何电路 也没有其他的火源 只是与其了一些日常家里用的东西 那为什么阳台的烧毁痕迹这么重 它是否会是第一起火现场呢 就在大家产生疑惑的时候 一块碎玻璃片进入了调查人员的视线 从形状上看 它很像放大镜 然后我们对那个镜片进行提取 美丽的水晶球 精巧的小鱼缸 它们也会犯错吗 一笔结实的真实案例 即将为你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元凶 平安365危机时刻正在播出 为了及时了解情况 调查人员对玉女士和明明 展开进一步询问 通过玉女士和明明的讲述 调查人员确定了 这个碎玻璃片就是一个放大镜 是明明的玩具 玉女士说 孩子刚刚买回来没几天 事发当天 明明正坐在阳台上玩放大镜 据她回忆 当天阳光很强 她想用放大镜点废纸 看借助放大镜聚焦功能 能否将纸屑点燃 后来 因为天气炎热 明明玩耍一阵子后 便随手把放大镜放在了阳台上 自己进客厅看电视 明明回忆说 阳台上当时还堆放着废纸 纸板 塑料瓶 杂物柜等物品 而据调查人员判断 明明将放大镜放的位置 恰巧和这些易燃品 形成了一段距离 或者特殊的角度 再加上当日37度的高温 猛烈的日光 长时间的照射 固定焦点 汇集的热能 达到可燃温度后 才造成了这场火灾的发生 当天那个 闭上这温度 大概37度左右 然后 他们阳台的方向朝东 阳光可以直射进 那个副主的阳台 我们就怀疑 它是通过偷偷去聚光 高温里然的 里然的可燃物 而发生了火灾 等他闻到烟味时 火苗已经窜进客厅 窗帘已经着了 此时 吓得六神无助的冥冥 赶紧叫醒 正在睡觉的妈妈 妈妈 等玉女士醒来 整个屋子已经一团火光 客厅的窗帘被烧光了 沙发也燃起来了 屋子里到处弥漫着滚滚浓烟 玉女士赶紧带着儿子 冲服家门 玉女士伤心的同时 也暗自庆幸 当时自己在孩子身边 如果只有儿子一个人在家 如果没有及早发现 玉女士不敢再往深处想象 尽管一个原本温馨的家 在顷刻间复制一举 但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事发后的几天 李先生一家只能寄住在朋友家 为了不一直麻烦别人 他们还是选择了回到家中 让一切恢复原貌 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李先生说 他只能一点点 添止回原来的东西 现在还好 正值夏季 到了秋天天冷时 最重要的是 赶紧赚钱 把窗户安好 而听玉女士说 发生这件事之后 明明也像变了一个孩子 少言寡语 不再像以往那么活泼 时常和妈妈说对不起 都怪自己 房子都杀成这样了 什么都没了是吗 你想要是再晚一点 叫妈妈 有可能都住不去了 没想到会这样是吧 现在想想 没关系了 妈妈跟你都安全了 对不对 下次咱们再玩什么东西的时候 要请问问妈妈 好不好 直到今天 玉女士一家也不敢相信 这事是真的 觉得放大镜 能够引发这么大的火灾 让人难以置信 我没有想到我的眼中啊 就是有时候感觉到 像 感觉到哪一幕啊 看哪一幕像猪猛样 这种感觉 我没想到他会染得 能够快 请不吝点赞 历时15分钟 但并没有成功 实验员分析 是焦点不固定造成的 决定重新调整聚光点 再来尝试一次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为了避免发生位移 使聚光点持续而稳定 我们把放大镜固定好 大约在几分钟后 暴致燃烧了起来 由此可以确定 在达到一定的温度 时间和特殊的外部条件下 放大镜是完全 可以引发火灾的 而在我们的生活里 家中经常会有 球形鱼缸 玻璃墨墙 水晶吊灯等陈设 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 司空见惯的一些陈设 没有人会想到 它们的摆放位置 如果不合理 也可能会引发火灾 带来危险 就在玉女士家发生火灾的前几天 浙江省清华市浦江县就发生了一起 因水晶玻璃球折射聚焦 形成高温而导致的火灾 7月27日下午4点32分 浙江省浦江县消防大队接到报警 位于浦江县望仙路39号居民楼二楼的一处 水晶包装加工房里 发生火灾 需要救援 消防人员 赶到现场 只见多方里 有不少美丽透明的水晶玻璃球 在火光和阳光中闪着光 经过大约30分钟铺就 大火被扑灭 现场没有人员伤网 据业主介绍 事发前 自己和家人并没在现场 因为事发时 太阳很大 水晶球在阳光直射下 能折射聚焦点燃纸箱 经消防人员初步确定 这把火很有可能 是作坊里的水晶球引起的 2011年1月10日 河北张家口桥东区某小区 一住户家阳台突然起火 当时屋内没人 阳台上也没有火种 一家人对着起火灾 感到非常蹊跷 调查人员在火灾现场检查时发现 造成这起火灾的元凶竟然是放在窗台上的一个球形鱼缸 放大镜也被称为突透镜 它的玻璃突面很规则 光线折射后很容易聚集为一点 所以燃烧得特别快 而像圆形鱼缸 水晶球等虽然是不规则铺透镜 光线难聚集到一点 但是它们同样有潜在的引发火灾的危险 在此平安365提醒您 不要将放大镜水晶球球体 老花镜玻璃之类的物品 放在窗台边 阳台上或者阳光能直射到的地方 特殊情况下 我们可以拉好窗帘 以免发生意外 尤其是在夏季阳光特别强的时候 这些物件很可能会将阳光聚焦 形成高温高热 临近物若有纸布木板等易燃品 会很快燃烧起来引发火灾 而电视机前的家长老师 也应该在平时向小朋友们 灌输一些特殊物品的使用常识 并且要对孩子的安全意识 以及遇到突发火情时 处理应变的能力 加强培养和教育 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2015年8月8日 贵州省仁淮市茅台镇 一辆小型客车 在通过雨后积水的地下通道时 熄火被困 茅台镇消防中队消防人员 到达现场后发现 积水几乎覆盖了整条道路 被困车辆所处位置的水深 已经没过车身的三分之一 消防人员立即在通道出入口 拉起警戒线 在测试安全后 先将车内乘客背到安全地带 最终通过牵引车 将被困车辆拉出 据了解 由于驾驶员心存侥幸 在不知道水深的情况下 强行通过 导致车辆被困 即使在救援过程中 仍有车辆 无时现场警戒 强行涉水 平安365提醒驾驶员朋友 遇到积水路段 尽量绕行 不要盲目涉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